現在要來進行台東大學宿舍Room Tour 好 我們一進門呢能看到是我們的浴室 Yeah 是我們的浴室 然後我們的浴室 怎麼講 現在可能有點髒 但是一開始來的時候是看起來非常高級的 現在可能經過我們用了很久之後會有一點摧殘 好 我們現在就是洗手台 然後這邊呢 是我們的廁所 我們進去看一下 WOW 就是像陽春 然後這個垃圾桶是來的時候就有一個Fuller 然後WOW 就是一個乾濕分離 好 好 好 反正就是乾濕分離 不是廁所 是乾濕分離 然後就是一個洗手台 哇 很高級吧 這個奇妙大學沒得比吧 看到是我們的 就是 鞋櫃 這是鞋櫃 就是放鞋子的地方 然後這個三號是我的 然後上面還附了一個 系統櫃 然後我設備裡面會不會拿來放一些都不會用的 我只要五粒五粒五粒 不然就是洗液精啊 洗麵乳之類的 然後呢 下面的話 下面這個部分是 放鞋子 上面有一點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袋子的內套 因為我都用不到 只是天氣跟冬暖夏涼 下面放鞋子的地方 它是可以拉出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這樣拉出來的 非常的人性化 但是 那個缺點 它只能放三雙 一雙 兩雙 三雙 然後 接下來要放 就只能這樣 橫著放 不然就是 擺到外面 這個階段是床頭櫃的地方 它超多系統櫃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五六七八九十 旁邊這是別人的 然後 它這個燈 是因為我們讀書的空間 我平常就這樣 坐在這邊 來這邊 玩電腦啊 玩電腦啊 還有 玩電腦啊 嗯 對 玩電腦 然後這邊還有三個櫃子 三個抽屜 然後它有附這個 可以放東西的 然後二三 然後最下面這個 它有一個 很雞肋的一個隔板 然後裡面留了一本 聖經 留給下一個住的 因為我明天就要走了 然後等一下再來裝 然後它下面還有 這邊有一些收納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 我會用來放那個 我的垃圾 這是個人空間的部分 喔 我介紹一下我的床 好 你先爬上去 我現在位子很亂喔 因為我們要走了 我現在我們床的部分 不要亂死 然後這邊 有一個長座 上面可以放你的手機啊 什麼之類的 大白石掌 希望 然後呢 每天 睡覺 好 我這邊不然一直一直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好 沒有人想知道 但我還是要講 拉這樣 這邊 就可以開燈 關燈 就不用再爬下床 但是只有我這個三號位子 有這個特權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是 我的 同學教我的 這個 S型掛CALL 這個超讚 我開始想說 因為我平常書包都是放在 這邊 我的 系統櫃的這邊 或者是這邊 就是 它會很讚 我發現這樣釣著 完全不佔空間 而且很方便 我就釣在這邊 然後錢包就放在這裡 就不佔空間 然後 這一櫃是我的 課本類 就 對 看到這邊 然後其他就放一些雜物 然後 這兩個通常會拿來放食物 但是 要找人 食物都有吃工或者給別人的 好 那等一下來介紹外景 來介紹外面的部分 就是外面 是整個我住的 最讚的地方 就是 海景第一排 然後 這邊是 一隻拖把 然後它是衍生出來的塞衣場 然後這邊都可以釣東西 這邊附了三個 三條掛東西的地方 然後這是我的塞衣架 然後 重點是這個海景第一排 這個每天 你就是看到心控神意 那你整天的心情就會好 就是 我覺得 台東大學如果你要講 它有哪裡好 它的宿舍好 但是是二宿 然後 A506 真的 這個房間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 海景第二排 第二排 海景第一排 然後房間 超 這個電費 超級便宜 以上是我的room tour 如果覺得台東大學的宿舍很讚的話 應該不會太難考 然後 一年級你就保證有什麼高級的海景套房 這個宿舍真的 看過別人的獎 說那個縫獎 那個七八千塊 一個月的那種宿舍 沒得比以外 我們這個一個月 一學期 一萬一 就有 這麼讚的空間 這麼讚 不住嗎